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赚钱的问题 好,大家好,我是乒乒乓 好,我们先让乒乒乓讲一下赚钱的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人 我在网上也有看到很多 我在国内有 我在网上也有看到很多 就是国内人他想出来 他看清了共产党的面目 想出来 但是他就是苦于没有钱 对吧 在国内收入很低 所以说我今天讲几个 首先我跟大师两个人一人讲一个 就是怎么样在中国你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美国 我知道就是像乒乓职业是职业炒股 day trader 我知道就是你可以用 那个trade zero这个broker 你可以查就trade zero trade就t-r-a-d-e 然后zero就零 z-e-r-o 这个brokerage 你是可以在中国开的 然后你可以成美国的股 然后还有一个是first trade 这个这也是一个公司 也是可以开美国的账户的 然后股票这个东西呢 我告诉你也是绝对可以赚钱的 它有涨有跌 不管涨还是跌 你都可以赚钱 但是你一定要学习 这是一个你可以快速就可以赚到能够软美国钱的方法 几个月就可以了 你投资可能要不要几百块钱 然后还要不要你再讲一个 你讲一个 我讲这个是他知道的 你是不是有看到 我是没有证明这个 对对对 这个我可以证明 他这个水平确实摆在这儿 不是我的水平 我是说这个 这个是可以学会的 任何人都可以学会的 对对对 刚刚你也拍视频之前 我也向他请教了许多的技巧 我想讲一个赚钱 在中国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说发一些视频到YouTube 挣广告收入 比如啊 你在中国呢 拍一些就是中国的路面的景色 因为呢 许多的海外的华人 包括西方人 他们也想了解中国 对 你换个角度 就是说 就是中国人的想了解西方 可是呢 换个角度 西方也想了解中国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中国现在的公路 包括中国的一些农村 什么样 比如说 比如说苏北的农村 到底什么样 你去拍一下 或者浙江的农村 包括中国的高楼大厂 高楼大厂那网上太多了 你多拍一些什么呢 中国不知道的地方 就就没人讲 比如说 中国的山里面那些什么小道 或者是 呃 中国的澡堂 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收钱呢 在中国 我知道YouTube的话 像我们都是YouTuber 一般都是链接那个Google Essence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他一般都是链接 美国的银行账号 那你在中国的话 你当时怎么收钱 这个我在中国 还没有搞过 但是我知道怎么弄 他有一个 你要确认纸 就是你说 我要开的广告收入 怎么样 确认纸呢 他有一个PIN 他发给你一个PIN的信 这个信 一般是定在香港 就香港 然后你拿到 拿那个PIN码 直接 就是密码 就相当于密码 对 然后呢 你在中国呢 开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是可以收外币的 外币呢 这个时候 你把它一捆绑就行了 嘛 捆绑之后 一般谷歌的收入 打到你这个账户 但是你无法取美金 在中国 嗯 他直接给你外汇管制了 你只能取人民币 呃 在中国 这个是我 我在YouTube上面 我看到了 这个是没问题 啊 这些方法 而且呢 而且他是不用交税的 啊 他不像在中国 不像在美国啊 在美国你这个收入 就是哪怕你这个谷歌收入 油管的收入 只有1000块 嗯 你都得交税 他直接给你扣了 啊 但是如果是在中国 就完全不觉得 啊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方法 可能大概一两年 应该你可以 赚过中国的钱 你可以脱离中共 可以出来 我认为是可以的 对 一两年 一两年是可以 我事实上 我在美国吧 我很想知道 中国那个 真正的农村 什么样 对对对 没有 我上网查的话 我看了看什么村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办法发现 包括中国的工厂 什么样 还有中国的澡堂 就洗澡 洗澡的地方 澡堂 还有中国的小吃店 中国的什么 就是这种 只有中国特有的东西 对对对 对 非常民间的 而且这个东西呢 不涉及政治 对 你说你拍个农村 他能涉及啥阵子 是 所以说YouTube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非常好 要不我分享 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在中国也可以做 只要你能够翻墙就可以 第一种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把中国的户 放到eBay 或者亚马逊上来卖 然后直接从中国寄过来 现在eBay上有很多 就是说 就是说 Sheep from China 你应该看过 我知道 这个我 对 你可以像中国比较好的商品 有很多很多 就是你可以去义务的那些 小商品 小商品的那个进口的地方 去买那一顿寄过来 但是还有一种 另外一种更好的办法 是什么呢 你如果可以翻墙的话 你可以完全不用寄 然后也完全没有货物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 eBay赚钱 怎么赚 我告诉你 这位平均邦 以前有做过一段时间 但是 就是没有 没有做下去 因为赚点钱 其实在中国 应该算挺多的 就是说 比如说你上 美国其他的网站 沃尔玛 Home Depot 就是这些 这些商店的网站 他们一般都会有 卖很多很多货 不同的货物 但是你再去 eBay或者亚马逊去看 这些货物的价格 一般都卖的比较高 你的任务 就是发现这些 这些厂家 或者是大超市的货物 然后在他的网站上 发现这些货物 然后放到eBay上去卖 然后当有人跟你买的时候 有人跟你买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到那些沃尔玛 或者那低价的网站上买了 然后地址填到 卖家的那个地方 然后直接寄给他 这样的话 对 你其实就是空手套白囊 像乒乓 做过 做过 做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 能有个一两千的收入 一两千美金的话 在中国就是 就是个 对 一万多 这样的话 你大概也就一年不到 因为你出国的话 大概十万左右 出国说 在那一万美元就够了 但是你需要一个存款证明 对吧 你签证是需要存款证明 有的需要防范证 防范证在中国可以做假的 是可以做很多假的 我来美国 我来美国带的 我大概想一想 我才两万人民币 就三千多美元 对 因为 我这么说 如果你带个三千美元 在美国玩一趟 一个人了 足够了 绝对 如果你省一点的话 是绝对可以 因为你用的话 大部分都是那个ALBNB ALBNB 大概60美元 或者50美元 就可以租一个房子 对 一晚上 你就这么想的话 你有见过便宜的吗 我在洛兰基 我刚来的时候 有见过一个便宜的 是家庭旅馆 就是8块钱一个晚上 那个家庭旅馆 我记忆中是12块钱 比较常见 对 很便宜的 很便宜 来了美国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 下次再做 来了美国之后 怎么做 其实你下飞机 你只要带人过来 就可以了 你完全 你不带钱都没关系的 我说实在的 真的是这样 对 绝对 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一点点 当然你要身体健康 对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所以刚才我说的 那个方法 其实你就可以上网 去查那个dropshipping 这个是绝对有利可托 这是乒乓方 亲身经历过的 对 就是你去低价买 在别的网站买 高价卖 你货物不经过你的手艺 直接从低价的网站 寄给那个高价的卖家 知道吗 这是这是一种 好像你刚才有说到一种 叫什么 就是贷款那种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得呛倒了 我知道这个贷款 贷款啥意思 假如你现在决定 一去不回的 记住了 你必须要弄一把中国的银行 直接那个贷款 就 当然不是说中国银行 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信用卡贷款套现的 不是有P2P吗 就纯粹的商业贷 它是商业关系 就是说商业你跟他套现怎么样 你贷贷贷 贷个什么的十万二十万 就像你直接去跑路了 这家公司就可以了 对 这是商业 这是这种 其实美国人很多都这么做 美国的华人很多都这么过来 很多都是这样 这是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 许多都是这样 就因为呢 我早点认识就好 我来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贷 我当初 我当初如果知道这个 那他妈就耍了 我当初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才知道 人家跟我讲了 说你没有搞点钱过来 我说他妈这哪 早知道就搞了 而且贷款的话 不要去想 不要去觉得好像不好意思 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好像亏心了 其实没有 中共银行里面的钱 都是你交税 都是在搁你的韭菜 情况得来的 还有一个呢 他的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 他是会有一个就是分注线 就是这种坏账 所以要不回来的钱 就是很正常 对对对对 因为你是跟他属于一种商业关系 就是说 他带给你钱是冒着风险的 是一种 他为了利息吗 对对对 亏掉是很正常 就比如说美国 你跟银行贷款5万美元 你干一个事情 就是亏本的 破产的 银行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关系 对对对 当然你信用可能不好了 可是这种商业关系 美卖 就是他总是有风险的 对 其实这是最好的 也是最容易的一种来美国的方法 最好最容易 这种商业关系 对 你不要认为这是什么有道德 商业是不讲道德的 对 商业讲什么道德 其实我还知道一种方法可以赚钱来美国 但这种方法 哪怕你来了美国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赚 这叫做affiliate marketing 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啊 美国有个网站叫clickbank 像clickbank就很多商家就会放他的offer上去 比如说我这个我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产品 如果我发一个链接给你 你可以申请链接 如果别人通过你这个链接 买了这个买了这个商品 那么你就有对亚马逊钱很少 一般都只有一单只有几块钱十几块 但是clickbank有很多教程啊 因为他们他们的产品都是一些小众产品 所以说他有时候你卖出去一个 你有百分之百的利润 他的他的利润全部加上本钱都是都是你的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subscribe 就是说我这个我有一个保健品 对不对 放clickbank上 比如说维生素 如果别人从我的网站订购了每个月 自动送给他一个的话 那我每个月都可以分成给你 这样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链接发出去 发到美国各大网站或者世界各大网站 如果别人通过你的链接去订购了这个产品的话 那你长期都会靠这个赚钱 待会你要跟我讲 我到时候就干这个 必须要干 这个啊 OK 其实你可以干这个 因为你有优势 你的链接发到YouTube上是有优势的 对 对对对对 这是这是叫affiliate marketing 这个可以上网查我不知道啊 就是affiliate marketing 中文叫什么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名字啊 这是affiliate marketing 就是这个我是知道 我听说过 但是具体怎么整 对很多网站都有 包括你刚才给我看到股票软件的网站 他有affiliate marketing 就是说你知道推荐一个人的话 他就送给你多少钱 对不对 其实很多商家都会这样 但是最好的 就是offer最好的商家 都在clickbank这个网站上 明白 对他上面有的时候 你卖一个教程 帮别人卖一个网上教程出去啊 他给你500块钱 500美金 一个教程 一个链接 如果发给1万个人看到了 只有1%的人买的话 100个人的话 那可能就是5万 哇塞 对对对 这可以搞 这个affiliate marketing 也是拼乒方演做 拼乒方很喜欢研究这种自由职业 这是真的可以赚钱 我跟你说 自由职业恰恰是最有前途 对对对 你干别的工作都是死工作 对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让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很多软件 就是教中文的软件 你知道吗 就是老外他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啊 去选择老师教他中文 就线上教 你在中国的话 也可以这样 一般都是大概有 20到50美金一个小时 就是别人请你教他中文 你就打开手机 你就教他就好了 这个软件我不知道叫什么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 有很多 知道吗 有非常多的 这是一种赚钱很好的方法 就是教中文 线上教中文 这个应该是 对 你可以下 你可以直接下载这个软件 下载软件 然后线上去 线上去交中文 然后直接收款 如果你在中国找不到这种软件 你可以 你可以在中国用VPN 今天注决一个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App Store账号 然后下载这个软件 对对对 翻墙就好了 对 这是一种方法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我在 我还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那个 Tax Broker这个网站 你可以打字幕上去 Tax Broker Tax Broker Tax Broker 文字的吗 对 文字Broker T 我直接讲吧 TXT BROKE Broker 不是不是不是 Broker是 BROCKER 对对 Broker 就是Tax Broker 这个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啊 它有美国的一些公司啊 它做广告 或者做什么 或者文章 它需要别人翻译成中文 然后发到中国的网站上去 所以它就会请人去翻译 然后一个字算多少钱 如果比如说你的评分 是五星好评的话 那你一个字 你打哈起来 有点宽的 就是我们刚刚爬过山嘛 就是你打一个 一个字就是几毛钱这样子的 然后一篇文章下来 也有几十块钱 上百块钱 你很简单 你用Google翻译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然后Google翻译之后 然后再整理一下 你自己整理一下 然后就发给它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赚钱方法 只要你翻墙 然后上tax broker 然后把你的银行账号连上去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那个 还有像这样的网站叫Fiverr 你知道Fiverr吗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Fiverr这个网站是最有意思的 我告诉你 它赚钱可以赚到 可以多无脑的 就是有个人 就是说 它这个网站 它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所有的 任何技能发到上面 只要有人想用到你的技能 就是5块钱 Fiverr吗 Fiverr就是5 就是5块钱 10块钱 15块钱 你自己定 反正最低就是5块钱 然后有一个人 他就是专门做什么呢 穿一身Jesus 那个服装 就是耶稣的服装 然后给人发祝福 5块钱一条 华天 这个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它就是 这跟淘宝人的歌 对 拍一个网站什么 I am Jesus and a happy birthday 5块钱 就是别人订这个 比如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去Fiverr 比如说你会画画 你会PS 还有什么 你会剪视频也好 你会干嘛也好 你会 你会干嘛也好 或者你要 比如说恭喜发财 你办一个皇帝 说什么 中国皇帝 祝你恭喜发财 别人也可以买你这个视频 5块钱 对吧 这叫Fiverr 这是Fiverr 相当于说一下 说客户的名字 加一个客户的名字 对 其实中国有很多 像我有时候 做我频道的一些图片 或者怎么样 我会找中国的那些 设计图片的人帮我做 其实你把你的技能 放到Fiverr上面 你可以赚很多钱的 明白了 懂了 对 明白了 哎呀 这么一想真的是 赚钱的方法 还真的很多 真的非常多的 往往在美国的话 可能在中国的话 就是总是说 你有多少钱 就是厉害 对不对 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的 对吧 比如说 这不是 完全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 你有100万的人 但是 但是你的钱 是越来越减少的 那就不是厉害的 如果你有10块钱 你可以明天 把它变成11块钱 那你就是厉害的 对 这我也跟你讲过 对不对 就是就是 百分比 对对 就像股票一样 你那些那些人 什么投100万 有好几百万投进去 OK 他他明天只剩90万了 比如说你今天 投10万金 明天你剩11 变11块了 我告诉你 所有的美国人 都会觉得他比较厉害 这就是百分比吗 对 就是中国是按钱的总数来看谁谁谁厉害 但是美国不是 美国是看能力 对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些 这些方法全部都用上 OK OK 那这期视频差不多 就分享到这边吧 参观就结束 我们待会我们就喝个茶 OK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拜拜